新手盆景制作三要素 一 多看 老话讲 内行看门道 门道是什么呢 就是要学会看 主要是看根 干 枝 叶 选装首先要看根盘 龙基是重点 看起来苍老 才是一个好的龙基 干型和布枝其实是一体的 干型不同 布枝的要求同样不一样 比如 直干式盆景布枝 每个干的各个方向都要有之分布 这样才能衬托出整个树形的丰满 有内涵 意境 二 会学 什么是会学 就是把人家的变成自己的 这个过程就是会学 作为一个盆景的初学者 在观察同类盆景的同时 找出它们的相同点 在自己制作盆景时加以利用 每个盆景素材都不一样 你要抓住这些地方 反复琢磨 尝试 找出最佳方案 成就其独特的个性 很多的初学者都觉得 先模仿 等动手能力上来了 再去创作属于自己的作品 这种思路不能说不对 但我们在模仿别人作品的同时 要针对自己素材上的一些特点 做出一些改动 做出与原来的作品 不一样的品味和意境 三 善悟 看得多 学得多 终究是学人家 要有自己的见解 就是要有积累 有了积累 才能在制作盆景的过程中 误出属于自己 无有的一套东西 一盆好的盆景 从构思制作到初步成型 再到最后的最终成型 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 随着记忆的不断长进 积累不断的增多 领悟肯定也在不断的加深 慢慢的都会反映在你的作品上 理论再好 还是要时间来验证的 长时间的观察 交流 学习 领悟出来的东西 还是要反映在作品当中去 这样才能不断的 验证和完善 创作出属于自己的 独一无二的盆景 关注我 了解更多盆景小知识 感谢观看